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时间是7点15分了 在花莲的灾情部分 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已经提供给各位了 总共造成了十人不幸历难 目前失联的人数已经减少到7个人 受伤的有276人 目前在收容所里面被收容的人数是总共有806人 而疏散撤离的人数是830人 这个是花莲的灾害应变中心所告诉大家的 同时蔡英文总统昨天晚上也留宿在花莲 他跟受灾户一起共进晚餐 同时他也跟他们说会给你们一个漂亮的家 那蔡英文总统是在现场了解了救灾进度之后 并且还慰问了救灾人员的辛劳 在收容所探视灾民的状况 然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 那在整个的搜救的行动上面呢 目前最困难的当然是漂亮生活旅店 昨天呢很不幸的挖出了陆籍的女住客 韦佳以及员工江振昌和7楼的住户 菲律宾籍的看护美乐地的遗体 这七名目前还有失联者都是住在漂亮生活旅店的 分别呢是住在203市的大陆籍旅客 杨洁丁文昌丁守惠何凤华 以及杨浩然 那208市的加拿大籍的旅客 他是皮特苏伟喜跟他的太太 萧敏渝 根据搜救人员所寻获的旅店监视画面 他们七个人六号晚间入住之后 没有外出 那研判已经深埋在地下的几率是很高的 日本的搜救队昨天带着生命探测仪器到现场 也没有侦测到生命迹象 那是云门翠堤大厦呢 在昨天被发现的陆籍的旅客跟员工 他们几乎都是被震落的天花板跟地板压住啊 那这位菲律宾籍的看护呢 他是被压在衣柜下面 研判都是逃生不及啊 三个人被发现的地点都被挤压变形 那搜救人员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呢 才把他们给搜救出来啊 那昨天呢国际之间对台湾奉暖 其中最受到各界瞩目的还是日本首相安倍金三 他跟蔡英文总统发出了慰问信函 对花莲震灾表达哀悼跟慰问 安倍并且亲手以毛笔写下台湾加油 也把书写过程拍摄成短片公布在安倍跟首相官邸的脸书专页上面 这个使得各界对于我们311日本的地震所伸出的友情跟元首的回馈 大家是非常的有感而且情绪是非常波澜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日的关系始终维持在一定的热度 而到日本去观光的台湾的旅客 他们的人数始终是在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十分受到台湾欢迎的日本的演员阿卜宽 他昨天到台湾来是进行一项宣传广告片的拍摄 到了台湾之后 他立刻就来捐出了有1000万的日币 这1000万的日币最后换算出来 那当然就是有大概270万的台币 再跟大家说一次 在各界的善款的捐赠 以及国际之间的友谊 拥向台湾之际 在花莲的救灾的行动持续进行当中 很不幸的是已经有10人历难 而目前失联的7个人 全部都是外籍旅客 其中包括了陆籍的旅客 以及加拿大籍的旅客 看起来加拿大籍的这位旅客 她的妻子的名字 似乎是台湾人的感觉 一位萧小姐 希望她们一切都很平安 不过到目前为止 花莲的天气是比较回暖 而且在救灾上面是比较方便的 在空拍的影片当中 大家看到了云门翠体大厦的倾斜的状况 恐怕都是触目惊心 因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为各位所讨论的 是跟你我都有非常大的生命安危 财产保障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如何检视房屋的安全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桃圆市的结构工程 纪实工会的理事长 廖书贤先生 来帮我们一起做专业的解读 内政部昨天 已经因为花莲大地震 所造成的重大的灾情 次长邱昌月 说内政部希望能够修订建筑法 增定第三方建造制度 把建筑法修正草案列为立法院本会期的优先法案 并且将邀相关机关研议 是否透过立法强制补强老旧建筑物的耐震度 邱昌月说 虽然未来要不要全民配合耐震补强 可能要修法才能要求民众配合 但是他表示这部分涉及财产权 因此在推动上困难度是比较高的 如何配合耐震补强修法 那这个是全面的台湾的生命财产安全 几乎可以说是国家的国力的问题了 因为在过去我们的建筑的地震的防卫 上面的法律规定并不是非常严格 那两年前台南大地震所造成的围观大楼倒塌的时候 当时外界就有声浪主张应该修正建筑法 纳入第三方建造制度 一定规模的建筑物在兴建的时候 需要有政府或是相关建筑工会审查 不过部分建筑师对修法有意见 修法一度受阻 如今内政部已经完成修法提报行政院审议 那么行政院预定21号要召开跨部会的审查会议 内政部表示建筑法修正草案如果经过行政院审查通过 日后送请立法院审议的时候 将持续跟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立委沟通 紧速修法提高国人的建筑抗震能力 保障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至于内政部过去曾经提出的一个安家雇员计划 补助1999年12月31号以前取得建造的私有住宅 办理耐政能力评估 但是执行力偏低 那邱昌月这个内政部次长说 安家雇员计划因为没有强制力 政府只能鼓励执行到现在只有公有建筑物几乎百分百执行 民间部分锁定公众使用的大型建筑物 未来营业执照换照的时候会要求建筑物强化作为 那不过呢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说 安家雇员计划利益良善 但是很多民众担忧 如果检测出建筑问题会导致房价下跌 而不愿意去做 这个面临一般人民的观念 法治的问题必须有突破 那台湾未处地震待上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专家 廖书贤先生再说一次 桃园市的结构工程 纪事工会的理事长 廖理事长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如何增加你的家里的抗震能力 那这个国家全面的跟地震来做防护 跟地震和平相处的同时 当然也要让你我的抗震的能力是要增加的 那这一点呢 是不能够只是让自己被动的 在天然灾害当中造成最后是人祸上命 而人祸所形成的这些悲剧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视线避免的 好 这个在云门翠堤的救人行动当中 我们看到各界的新闻的报道 那今天苹果日报呢 他们非常清楚的提到云门翠堤大厦呢 因为三楼以下现在结构是粉碎变形的 所以呢救人的速度非常慢呢 要十个多小时才能把一楼的 这个昨天的江振昌先生的遗体拉出 抢救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个大楼斜度的倾斜已经是33度 目前呢是靠20根H形的钢条支撑 加上呢有非常多的余震 这个有些震度高达四五级 搜救人员有的时候难以立足 在戏风当中用机具啊 这个破坏墙面搬出搬障碍物 是非常困难的 那搜救人员表示啊 这个这种请劫程度啊 让他们进去搜救啊 这个由桃园的特搜组组长李明成啊 他说灾区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个运作 那倒塌的时候 冲刺瓦力水泥快啊 加上倾斜度大 工作10到20分钟就会头晕不适啊 而且余震下不断呢 大楼内搜救人员来不及撤出 只能找他坦的这个梁柱下面来掩蔽啊 那所以各位这些是我们的搜救人员 其实也是面临他们的生命上面非常重大的安全上的挑战的啊 那是后天呢又有寒流啊 那所以当然希望能够尽早的把这个 救难工作给完成啊 是黄金72小时现在已经过了 那这个状况之下 今天早上呢 预计要拆除同帅大楼跟这个国胜六街的两栋坍塌的大楼啊 这个这是傅昆琦先生昨天所说的 他希望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仍然有生还者 不过副县长也说希望这些大体能够在过年前全部找到 不要一直在冰冷的瓦砾当中 全国土木技师花莲地检署研绎 那今天开始要拆除云门啊 翠堤统帅以及国胜六街的两栋坍塌的大楼 再说一次啊 在七位的失踪人口当中呢 很不幸的是一家人 他们在201世啊 这个是大陆的这个旅客 他们一家三代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这个消息都是非常的不舍 而且难以接受的 其中76岁的外主妇丁文昌 75岁的外主母何凤华 40岁的太太丁守惠 那显然丁守惠的父母啊 就是丁文昌跟何凤华 还有他的先生杨洁 那39岁 那此外他们还有一个 儿子杨浩然 一家屋口 那丁守惠的父母丁文昌何凤华 跟他的先生杨洁和他的儿子杨浩然 都在201世里 现在是失联的状态 这是来花莲旅游的中国大陆的旅客 一家屋口 如果没有办法熬过的话 那很不幸的 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劫难 我想对于台湾的所有的同胞 民众来讲 都会深深的在心中露印下一个流念 也露印下一个相当程度的哀悼 另外的加拿大鸡的香港人 他们是香港人拿加拿大鸡 Peter Sue 苏韦希 跟Freda Sue 萧敏渝 先生49岁 太太49岁 好 这是在这个地震当中最新的一个报道 总共有十个人不幸历难 七个人还在被寻找当中 希望一切平安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十里多媒体要告诉各位 最新的饮食上的趋势 我们下期见